纽约之家开户用途 我们群里有一个网友 因为我发了广告 说是可以帮助大陆的人开户 所以提出个问题 他说呢 我开一个银行的账户有什么用呢 让我做这么一期节目 我就可以通过这么一期节目来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分开来呢 就是说有公司账户有个人账户 公司账户一般是做业务做买卖 个人账户一般就买点东西 或者是收点钱 一般来说呢 这两个账户不能够说是混着用 中国呢 很多呢 就是公司不分 我进批货款 我把我账户打给你 你把货款打到我账上来就行了 中国怎么做 美国不能这么做 哎呀 我这个 呃 卖这个手机的 你买一百部手机 把一百部手机 货款打到我手机 打到我个人账户上 美国不行 啊 你个人账户 你就是个人的 公司账户就是公司的 公司就是做生意的 当然呢 有个钱少 啊 要定个盒贩 二十块钱 哎 那你给我打到我账上来 二十块钱 到我个人账上 这个没问题 税务就不会来查你 但是 数额大了以后 那就不行了 特别是 做一万美金的东西 那是非常小心 这个FBI是不验的 随时可以来查你的 啊 那我们知道 做生意的话 一万美金 那做不了 做好生意 啊 而且呢 你就是蚂蚁搬家 也不行 我今天三天 明天两天 一年到头 存了个十来万美金 是吧 这也不行 啊 这个就是一年一万 我们更确切的讲 这一年一万 你如果一年一万一 行不行 还能到差不多到 也没多少问题 但是太多了 不行 你说一年有个十万八万 这个账是平不过来的 钱少了没人管你 钱多了会有 那公司账户 那你可以正常做生意了 比如说过这个亚马逊 在亚马逊开个店 那你亚马逊开个店 你收钱啊 别人买你的东西啊 就打电影公司账户了 个人账户不行 个人账户的话 有可能把你封了啊 那你领工资 那就可以了 你个人账户没问题了 这个 亚马逊一败 美国还有一败 这个就像中国开个淘宝店一样 还有啊 ASI 哎 那个是订购的啊 有可能呢 在网上呢 Facebook上也可以卖点东西啊 也可以订购一些东西啊 也有的人呢 做个网站啊 卖点东西 在网上呢 卖个软件啊 卖个硬件啊 应该说 中国淘宝上东西 全部都可以 搬到美国来卖啊 那当然呢 这个假毛伪劣不行 假毛伪劣呢 那就被抓了 被查了以后呢 那就 给你疯掉了啊 个人账户呢 当然你比如说 啊 我给你买他房子 钱多了行吧 哎 钱也行 钱多了也行 我有100万美金 所以那个账户 我去买房子 当然呢 实际上呢 我现在开的这个个人账户 是因为在大陆那边 方便会钱进来的 并不能买房子 也就是说 一年5万的额度 你最多换5万美金 多了也不行 有的人呢 觉得 这个账户多方便啊 我也可以做别的生意 你拿他来做别的生意 你想着用他来买房子 一下汇钱多了 你这个账户就还关掉了 所以说呢 银行呢 会专门提出这个问题 一开始就会给你输光 你这个账户不能乱用 乱用的话 那就关掉了 而且永久性的 不能给你开户 这辈子你也不能开户了 只要是你个人的账户关了 你这个名字再不能开户了 以你这个公司的名字 关掉了以后 这个公司再也不能开户了 在这个家银行 不能开户了 你可以换另外一家银行去 最终的可能呢 导致你经常这么关来关去 最后你就不能用了 到哪里也开不了户了 这个就很不好用了 所以这样呢 也就是说你自己业务是业务的 个人是个人的 你个人的工资 你自己买点日用品 买点这个化妆品 买个电脑 笔记本 买个手机 你自己的账户呢 个人的账户 就是个人用的 公司的账户也要公司用的 两个呢 不要混用 这样呢 才能够天长地久 但用处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 你说是 我能不能做房地产 你真正做房地产没问题 我能不能开赌场 你真正开赌场也行 我能不能做金融 我能不能做金融啊 你真正做也行 但是这些手术都比较复杂 你不能混用 还就是说呢 你不能够说呢 我做一个贸易公司 很简单的开户 然后又拿出来做金融 这个是不可以的 那你做一笔两笔 人也不知道 没关系 你长期做的 那最终的还是会给你关户 而且永久性的关户 开户经常用的 大概就这个功能 谢谢大家